2018-2019赛季 张铭斯是胡云队的领袖 他比那一年的科比 也致明清了四个冰液 2012-2013赛季 胡云队的前59场比赛 取得了29胜34的战绩 2018-2019赛季 胡云队的前59场比赛 同仍取得了29胜34的战绩 科比分是要张胡云队在竞技后赛 他在那个赛季出战了78场 场军出战38.7分钟 20.4投9.5中 三分球5.2投1.7中 打球8.0拔6.7中 卡下27.3分5.6篮板6.0入攻 最终帮助胡云队 拿下45胜37赋 以西部队区的战绩杀进进后赛 2013年4月12日 是胡云队在那个赛季的第八十场比赛 也是科比在那个赛季的第七十当场比赛 科比出战了45分钟 21投9中 三分球8投4中 打球16防12中 狂凯34中五篮板次 助攻帮助胡云队 赢118 116 战胜的勇士队 也就是在那场比赛中 科比就是出现了两次身体不适的情况 但是他依然选择了继续拼搏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 朋友的西部根本不允许他有一点的放松 终于第三次来了 一刻在训练中进行了无数次的动作 让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机会更见断裂 科比的这次受伤 可以说就是长期疲劳最重赞成的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受伤之前的七场比赛 科比场均出战时间达到了45.6分钟 为胡云场均拿下28.9分7分3蓝板 8.4助攻 就算是在受伤的比赛中 在前两次身体出现疲劳反应的时候 只要科比能够下场休息 也完全可以避免这次几乎无对抗的受伤 科比赌上了以后的职业生涯 来实现自己的承诺 将胡云到竞技后赛 跟障断裂 坚实罚雄 伟大的意志 四年后 胡云队的新领袖张纽斯 又来到了当年科比赌足的地方 张纽斯有更多的理由 要将胡云队到竞技后赛 尽管张纽斯的职业生涯 已经足够伟大 已经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 但是像张纽斯这样伟大的超级巨星 肯定要做点什么 让有些人闭嘴 在东部门队打底总决赛 在西部门队就进不了最后赛 在全明星招门下期后 张纽斯在胡云队首场式练课 结束后接受了采访 他表示 自己已经被激活 身体状态很好 全明都在为张纽斯提前开启 全力招模式荒菲血液 全明星最后胡云的第一场比赛 就是主场队正强敌火箭队 那一场比赛张纽斯让球迷对胡云 再次商业最后赛充满了信心 全力张果然恐怖 全场出阵40分钟 23分 投11中 3分球刺投0中 罚球10罚7中 砍下29分11能打6度攻 带领着胡云队 战胜了火箭队 胡云队111 106火箭队群凶犯后的第二战 是胡云队各场挑战陪胡队 由于安东尼 大雷夫的缺阵 都认为这就是胡云队继续冲击西部前方的好机会 比赛的结果让人意外 张纽夫27加7加12的表现 并没有能够整个胡云队 他们以115 128输给了提胡队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向将责任掌握自己身上的张纽夫 很简地批评了队友 过去几年 这里每个人都习惯于输球 但我不习惯 那不是我所习惯的 我从不会对书球感到舒服 第一场书的火箭 与第五十节产书的提胡 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就是这样感觉的 我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你从未悦名过类似情况 没有多少人之对其中的意外攻起 我在扮演那个唱伞调的人 可能真的是人心散了 对你不好带了 在对正西部副班长辉行帝的比赛中 张纽斯二十三投帮中 三分球四投零中 打球十八帮中 砍下二十四分十二篮板 是应助攻的三双数据 一样能够整救胡云队 在防守中除了英格拉姆 胡云队的防守就如指狐一样 一筒就破 不过格拉姆的感 纽斯 那 十八投十二中 三分球三投封中 打球六法五中 拿下三十二分类篮板 赐助攻 在冲击季后赛的路上 也许只有英格拉姆 才是张纽斯最可靠的帮手 张纽斯是人不是神 就算他是联名第一人 他也不是神 本赛季胡云队经历了伤病长 交易增多的 就让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战绩不将 张纽斯已经亲其所有 他本赛季出战了四十二场比赛 厂军出战三十五点三分钟 拿下二十六点八分 八点八篮板 七点八助攻 交胡云队本赛季战绩不好的原因 归敬于张纽斯 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但是张纽斯是球队的领袖 他屡立战出来承担责任 尤其是当你身处胡云队的时候 就不可定有的要和哥比赛 一起比较 幸运的是张纽斯还有机会让那些质疑他的能力股 在赛季进行了五十九场比赛之后 上帝又将他和当年的科比 放在了同一席跑线 2012 2013赛季的最后二十三场比赛 胡云队十六胜七度强势上入季后赛 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赛季 胡云队的二十三场比赛还能影响多少场呢 四 现在已经只剩下二十二场了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赛季 科比第十一阵赛季入选最佳阵人第一阵容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赛季 科比以根坚动力和职业生涯为代价 交胡云队最后一次赛季来继后赛 二零一八 二零一九赛季 请先不要批评张姆斯 他还在练胡云母粒的路上